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给你们讲的电影特别的有意思 它是你们童年的系列 时间静止 当然,这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电影 并不是某播里面的情爱电影 怕的一生 女友正直跟基德宣布分手 而在分手后不到一周 女友立马有了新欢 这一幕让基德非常难受 之后他发现自己睡不着觉了 每天困得要死可就是睡不着 他只能看电视或者看书来打发时间 但是脑海里却依旧都是前女友的生意 一天,他看到超市在找夜班工作员 想了一想,反正也睡不着 所以他就应聘了这份工作 这个超市里有一个光头经理 以及两位喜欢闹事整骨的好基友 龙蛇组合 还有一位在工作时练功的男子莫拉 最后就是一位长得非常可爱的女子苏菲 而在夜班的时候 时间是过得最慢的 在超市里,基德竟然发现了自己有的超能力 那就是时间静止 发现这个能力后 基德便开始在超市做一些羞羞的事 可他并没有那么恶错 他解开衣服只是为了画画 因为基德的专业就是美术 他也只是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沉迷在画画当中 借此慢慢的忘掉自己的前女友 而此时龙蛇组合的龙哥来跟同事炫耀自己约过苏菲 看电影 两人还一起做过羞羞的事 这些话让基德胸口感觉很闷 他发现自己貌似有点喜欢的苏菲 之后有一天,经理才告诉所有人准备去踢一场足球 只能赢,不能输 可一群没玩过球的男人 显然招架不住对手的攻势 经理还被龙哥给踢到了,所以流鼻血 为了讨好经理 龙哥只能让基德送苏菲回家 可他们两人却来到咖啡厅聊起了天 基德还提起了苏菲和龙哥的感情 可苏菲却一点懵逼 因为他只跟龙哥看过一场电影 两人啥也没做 完全就是普通的朋友而已 而得知一切都是龙哥吹牛逼时 基德非常的开心 他非常确定自己此时喜欢苏菲 从这之后 基德再也没有利用禁止能力去画美女的童帝 而是禁止时间来给苏菲写真 而这次 他没有选择脱掉衣服 而是将他各种神情都给画了下来 基德的画工非常的扎实 但他一直没有遇到自己的伯乐 有一天 他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是画廊负责人 基德在他学的作品被他们看上了 希望有时间过去找他们一下 这本是一个好消息 但可惜打电话的人 其实是龙蛇组合 带着这个假消息 基德找到了苏菲 他也替基德感到高兴 于是两人便开开心心的准备去参加聚会 而这个聚会是金妮的生日派对 可来到派对时 基德却看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原来 他现在的男友是金妮的弟弟 可人有时候觉得犯贱 当前女友看到基德身边站着一位更漂亮的苏菲时 他觉得自己后悔了 其实基德还是很优秀的 于是找了个机会 直接强吻了基德 而这一幕却被苏菲给看在眼里 他什么也不说就转身离开 时间静止再次启动 可这一次基德却非常难受 为什么自己不会时间逃退 静止又有什么用呢 任何解释几乎都没有用了 在静止了好久好久 基德解除了静止 让苏菲离开了 虽然后来他还是去解释了一下 但果然如他所想的 苏菲不愿意听 之后基德就先带着自己的画 来到他所谓的画廊工作室时 可对方却不承认邀请过基德 可能既然都来了 所以对方为了表示礼貌 还是看一下基德的作品 但没想到 对方却非常惊讶 于是基德真的成为了这家工作室的合作对象 他们为基德举行了画展 而苏菲也来到这次画展 墙上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同神态的苏菲 所有言语的解释都来不及这些话有用 苏菲愿意倾听基德的解释了 而基德也终于重新找到了爱情 这部电影名叫超事业未眠 其实可以说是一部幻想片 基德因为失恋 生活变得枯燥 为了打伐时间 就幻想时间停止 来创造世界静止之美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艺术家 美好的时光肯定是短暂的 但人们在潜意识里 却希望它是永恒的 这种感觉很真实 也很可笑 时间静止本来就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 去做对的事 或者不断地寻找美好的时光 仅此而已 我是少年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请点个关注